本田刚推出的CRV逐渐被媒体爆出配置及价格 随着其面纱的逐渐揭开 许多满怀希望的消费者纷纷感到失望 入门及自动挡18.58万 仅从消费者的期待来看 这样的价格配上这样的配置 也难怪不能让人满意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款CRV 对于这款全新一代本田CRV来说 最吸引人眼球的就在于 小排量涡轮增压发动机和混动系统的引入 CRV采用了1.5层涡轮增压发动机 小排量能够满足消费者对燃油经济性的追求 同时涡轮增压器使得车辆动力更强 而混动系统是2.0层ART金箱循环发动机 双电机以及大容量离离子电池组成 除此之外 轻易在CRV配备了自动启停 电子手刹 自动驻车等一系列功能 在换挡程序上 也配备了罕见的L档 在外观方面 CRV的整体风格与现款车型相似 大体没有做出过多的改动 只是在前脸部分大面积的使用了镀隔装饰 尾灯也改为了T字型设计 另加了贯穿左右的镀隔装饰条 整体的设计感并强 线条更流畅 相信这一改动也让国内的消费者更加喜欢 光是看到以上的这些配置可能比较吸引人 但是近期被爆出的价格 令不少人玩而却步 单单以上这些配置 对于一辆18万左右的车型绝对是不够的 甚至同等配置的某些品牌在12万左右就可以入手 如果此次曝光的价格属实的话 恐怕这次本田CRV要栽在价格上 要是本田价格能够适当调低的话 相信绝对会在市场上有一番竞争力